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的太太陳佩琪 今天到新竹參加女力講座 可以看到現場不只柯爸柯媽特地出席力挺 要選新竹立委的柯妹妹柯美蘭也到了 還叫了大嫂兩人互動熱絡 而陳佩琪上台演講時也提到 近期外界關注的藍白河議題 來聽一下她怎麼說 一些藍白河的一些問題 不管怎麼樣那就是這種的消息很多 讓社會上有人關心有人看笑話 有人嘲諷這樣子 不過就是今天我們家人有很多來這邊 那我發覺說大概只有主帥沒有來 那我常跟記者講說主帥為什麼沒有來 因為要拋棄那個召康之期 跑到外線去跟人家結婚 對 最近常常就拋棄召康之期 然後跑到外線去跟人家結婚 所以通常都是缺席我的身邊 陳佩琪這番話被解讀說的就是 日前柯文哲抱怨自己遭到國民黨逼婚 不過今天柯家人難得同台 未來會不會多替柯美蘭站台 柯媽媽則大吐苦水 說現在已經常常都被媒體攻擊 連住了三十六年的房子 晾衣服的地方都被拆 看起來相當委屈